中国男星羽羊出道后出演过多部戏剧作品 也曾担任春晚主持人 但知名度一直不算高 然而近日网络上风传一段羽羊疑似炫富的影片 让他一夜之间成为话题人物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羽羊走进收藏室里 只见火架上摆满名酒 每一瓶都要加Buffet 所有他打开金库 层层对敌的金条数量更是吓人 足足摆满了三层货架 有专家评估影片中的金条重量至少4吨 价值超过人民币20亿 让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 引以来不少网友质疑金条来源 纷纷喊话希望相关单位进行调查 事件爆发后羽羊特意发文澄清 影片是在几个月前 拍戏时所在的样品无拍下的 原本只是为了好玩 没想要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强调自己不是为了炒作 更无奈地表示 不少人写出了很多连本人都不知道的故事 可见谣言真的很可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